花莲舞蹈剧芳 今年和花莲县艺文教育推广协会 共同主办了2020月舞回篮 三海呼唤的慈善一演 将在11月28、29号两天 在花莲文化局演艺厅售票演出 而22号这一天 在华人国中是进行了彩排 150多位的大小朋友 届时将会带来芭蕾舞、现代舞等舞蹈剧码 而门票的收入也会将部分捐赠给慈善公益机构 欢迎民众踊跃的购票来支持 成立于民国75年的花莲舞蹈剧芳 持续致力舞蹈表演艺术的推广 今年与花莲县艺文教育推广协会 共同主办2020月舞回篮 三海的呼唤慈善一演 22日这天来到华人国中 150多位的大小朋友 各自带来芭蕾舞、现代舞等舞蹈 为28、29日的演出进行彩排 今年的演出是在这个礼拜的 礼拜六、礼拜天 也就是28、29 演出的曲目蛮多 我们是收票 门票收入去掉开支 结语款 我们就会每年都是送 赠给花莲施工所的职散 爱心慈善基金 借着每年一度的演出 让大朋友、小朋友 这些舞者们参与 爱心捐赠的活动 让尤其是家长们也非常的支持 2020月舞回篮 山海的呼唤慈善一眼 今年以山海意象为主题 届时将带来15只的舞马 演出门票收入也会将部分捐助 花莲县慈善工艺团体 以舞蹈艺术回馈社会 欢迎民众购票支持 购票可制花莲五道巨方 政大书城、申子驿站等票站 更多演出资讯可制 花莲县文化局官网查询 或电架花莲五道巨方 038-323-515 记者讲帮演指安商报导